你好我是澳洲亨瑞 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买房的时候 千万不要告诉中介的5件事情 我们在买房过程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 其实是提供了太多 不应该让中介知道的信息了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很有可能让你在整个谈判过程里 失去本来的优势 另外还有可能多付很多钱 变成这家中介的韭菜 当然我非常害怕 因为发完这个视频 可能会有很多中介的朋友来找我 我最后不得不把这个视频下架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把这5件事情记下来 因为无论你未来是买房子买车还是买生意 知道了这5个避免告诉对方的信息 都会让你在谈判中掌握大量的主动权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视角看海外生活 我今天还会在视频的结尾 告诉你面对那些刁钻的聪明的中介 我们应该怎么聊才能够掌握主动权 最后我还会送给你一个超级福利 让你以后在海外买房子的时候 无比的轻松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华人在海外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周边都没有前辈做过 所以我们只能靠我们身边一些有限的资讯 去不断的尝试 而买房子这件事 少一点有可能让你多付个几万 多一点有可能是十几万 二十几万 这样一个稍微不留神 可能我们几年的收入就没了 我有个好朋友叫Peter Peter那时候跟他太太两个人一起去看房子 他们当时已经比较着急了 就是太太已经怀孕了 所以想赶快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当然因为是首次自业的原因 我这个朋友还是比较谨慎的 非常认真的挑选了很多套房产 在这个看房过程里面 Peter就跟这些中介聊得非常开心 很多中介都很聪明 看出了Peter的太太已经怀孕了 还问了很多信息 比如说预产期 知不知道性别 未来要上什么学校等等 其中有一套房子 Peter看的特别满意 他就去问这个中介 就说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 我现在预算最高就是90万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出到100万 这个房子 不仅在我们想去的学校的校区里面 而最重要的是 你我工作的地方特别紧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房子拿下来 而且我贷款也批好了 也看了这么多套房子了 实在是累的不行 我真的非常有诚意 随时可以签约 本来这个房子 其实在90万到100万的范围里面 是可以成交的 最后Peter妥妥的付出了107万的代价 你有没有猜到 究竟是哪一个信息 让他在拿这个房子的时候 最后不得不付出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高的价格 如果你猜到的话 可以一边看视频 一边留言 我们经常讲买的不如卖的金 就是讲在信息的掌控程度上面 卖房永远比买家掌握更多的信息 更何况卖家还有一个中介在中间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首先我们要了解中介是做什么的 你说一套房子100万卖家 A他就把房子放到网站上面 然后买家 B来把这套房子买下来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找一个中介 而且中介收的不便宜 市场平均一个中介 卖一套房子收的价格在1.5% 到5%左右 一套好好的100万的房子 我凭什么要付个好几万的佣金 给中介 因为房子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所以我明明知道这个房子值100万 我作为买家 我也希望可以以一个90万的价格 可以买下来 但是我卖房子的人 我就希望能够卖到110万 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 所以这时候一个要卖110万 一个要买90万 这时候谈判的时候 双方是没有办法谈拢的 中介这时候出现了 就可以让双方的不对的情绪 尽量的缓和 然后给双方提供更多的信息 最后让双方进行成交 那么中介最后收的钱 是跟谁收的呢 是跟卖方 因为卖方才是最终可以决定 卖不卖这个房子的人 一旦房子拿不到卖方想要的价格 只要他不同意卖 中介就白干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中介一方面非常善于处理 这种不对称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 中介是给卖方服务的 一个顶尖的中介 可能会让你以一个高于市场价 5%到10%的价格 拿到这个房子 并且还让你觉得这套房子买的非常的值 因为只有拿到高的价格 才会有利于他去谈下一个房东 他会证明给下一个房东看 你看我卖的价格比别人高 所以在整个购买房产的过程中 我们千万不要指望 我们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可以碾压中介 更重要的是我们尽量避免透露一些重要的信息 让中介可以卡着我们的脖子 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们 我先说5个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中介 第一个信息 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告诉中介 你非常着急想要买这套房子 或者你买这个房子 有一个deadline 比如说你把之前的房子已经卖掉了 所以这个房子很快就要settle了 新的买家就要住进来了 或者你告诉中介 我的租约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 我不想再去签一个新的租约了 这些都是妥妥的 让我们愿意为这个房子付出高价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要轻易的告诉中介 中介一旦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 有可能会逼着你去付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而且在整个谈判过程里面 整个节奏就被中介掌握住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中介手上是有非常多的房源的 有一些房源现在不好卖 但是刚好符合你现在非常着急的特点 他可能就把那些不太好推的房子 推到了你面前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会跟中介透露 我刚刚错过了一套房子 某某房子在哪一条街上 我出家已经出到80万了 我最后还是没有拿下来 我真的好后悔 我当时就应该多出一点的 你一旦告诉了中介这个信息 中介就会在后面的谈判过程里 给你不断的施压 到了关键的时候 又把这个点搬到台面上 这时候就非常容易把你的情绪 逼到让你去出一个 你本来不应该出的价格 还是回到我朋友皮特的案例上面 皮特告诉了中介太多 他的截止日期了 太太生小孩的截止日期 小孩要上学的截止日期 其实这几件事情都不急 但是当皮特把这些信息 全部给中介的时候 中介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让皮特去做一个 不利于他的决定了 不仅买贵了 而且连周边的一些房子的价格 也没有办法去确认了 去检查了 相反 如果你在整个买房过程中 看房子的时候 确实没有挑到什么满意的 或者价格不合适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可以提前做一个 要再租一套房子的一个准备 或者多去比较几个区 千万别把自己的注意力 就放在一套房子上面 这样你内心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你再也没有那种 时间的一个紧迫感了 你也知道 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比较 还有跟中介去套取 更多的有用的信息了 在任何谈判过程中 我们不妨提前设想一下 我们有可能遭遇的 最难受的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有退路 如果你有第二选择 往往会让你更加轻松 否则就会让别人抓住 你的一个软肋 一直欺负 第二点就是绝对 不要把自己真实的预算 告诉中介 很多人为了向中介证明 我想买这套房子的诚意 都会说 这个房子我真的太满意了 我愿意出95万 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的极限 就应该是100万 这些话都会导致 它最后站在一个不利的地方 因为无论你说的价格是多少 中介都会把你刚才说的 这句话去转述给你的竞争对手 就是其他对这个房子 感兴趣的人 你看这边有一个买家 已经说了 他愿意出95万 你看这边有个买家 愿意出108万 其实你也就是这么 水水水一说而已 但是无形中却让你自己未来付出的成本提高了 还有在买房子这一块 中介掌握的信息一定比买家要多很多 所以当你告诉中介这个房子 我愿意出100万的时候 你知道中介看到的是什么 OK 未来如果是你买了这套房子 未来成交的价格一定是大于等于100万 也就是说100万是你们谈判的起点了 因为中介看过太多的买房的人说自己的预算是100万 结果妥妥的提高到了150万或者200万 我们华人就更是这样了 大部分的华人表达的时候都非常的含蓄 非常的低调 很多时候不会把自己的真实实力摆出来 所以你说80万 中介有可能觉得你的预算会到100万120万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最好的方案就是告诉中介一个range 告诉他一个范围 就像大部分中介给房子标价格的时候 也会说出一个范围 当中介问你这套房子 你觉得值多少钱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我觉得应该在80到120万之间 这样既不会让中介觉得你的预算有限 可能不是这个房子适合的买家 另外一方面也会让中介知道你比较灵活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跟中介油滑一点 只要房东和你们中介有诚意 你们报的价格我都愿意接受的 第三个我们避免告诉中介的 就是很多关于你个人的信息 尽量不要让中介知道很多的信息 比如你住的你这个房子的区域很远 或者你对这个区域其实不太了解 你不知道这个区域超市在哪 你不知道这个区域火车站在哪 你不知道这个区域里面的好学校是哪一个 当中介知道你对这个区域非常不了解的时候 中介可能会提供很多的错误的信息 会让你误以为这条街或者某一个区域价值非常的高 他可能告诉你 你看这条街你火车站跟学校特别近 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最好的一条街 但实际情况很多街道 你离这些草杂的地方 离火车站越近 其实不是 但实际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区域 如果你这个火车站你学校真的特别近 那造成的就是会非常的吵 还有一个停车很难 所以这些街道往往价格都不会很高 另外就是中介可以根据你工作的情况 你小孩的年纪来推算 你买这个房子的紧急程度 他甚至会算一笔账给你听 你看这个地方你你的办公室很近 每一天你可以在路上节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样下来的话 一年就好像省了好几万块 对吗 你看这个区最好的功效 如果你把小孩送到这个功效里面 和这个一般的私校相比 你一年就能够省个两三万 那十年下来 妥妥的一个房子的首付就省下来了 当然还有很多厉害的中介 知道你小孩未来要去的学校 知道你工作的单位 也会给你很多的压力 他会跟你讲 我认识那个学校里面某某校长 我认识你们 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谁谁谁 因为他们是中介接触的人非常多 然后就会告诉你 OK其他的用户都是非常好说话的 他们都知道这个区有很大的价值 你看我认识这么多朋友 你要给我交朋友 你要对我真诚 可能在这个不经意之间 你就会给出更多的信息 最后让你在买房子的过程里面 可能压力非常大 最后做一个不利于自己的决定 第四点 也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避免的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让中介看出来 你非这套房子不可 你打过book牌吗 OK 如果你有打过book牌 你拿到了一对王炸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时候最聪明的方法 是要强装镇定 然后在不经意的时候 把你这个王炸打出来 这样就可以镇压住了全场 当你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一套非常心仪的房子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表现出来 什么我喜欢厨房 我看了这么多房子 只有这个房子的衣橱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摆你挑一 这个房子的位置太棒了 我以前经常上班经过这套房子 我就在想要是这套房子可以卖给我 那多好 这种信息是你尽量不要提供给中介的 因为对你买房没有任何帮助 当中介了解了这个信息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 你记住是第一时间告诉卖房子的房东 我这边有一个高质量的买家 你这个房子一定可以卖出去 相信我最后你拿的价格只会比原来更高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看房子的 对吗 即使这套房子你觉得太棒了 你也尽可能的去挑一些缺点 说一些你不能忍受的点 让中介知道 OK这个房子并没有那么完美 如果你们是一对couple 或者一家人一起去看房子的 那你们就应该在车上商量好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即使再完美 也要强装镇定 等到车上的 等到你们回到车上的时候 再一起happy一下 OK可以跟对方讲 这个房子太棒了 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拿下来 不要让中介看到你们起伏的情绪 因为中介只要利用好你们这个情绪 就能够最终让这套房子卖出高价 第五点非常的重要 不要告诉中介 你想对这个房子进行的一些计划 或者想在后面做一个这种granny flat 就是一个奶奶屋 OK 或者你看到这个房子客厅特别大 你说这房子客厅特别大 但是我可以把它隔一个 比如说影像室出来 或者我可以隔一个儿童的玩具房出来 还有很多人坚持是要买那种地大的房子 感觉这种地大的房子就一定可以赚钱 未来就可以造很多新的房子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房子都是这样的 我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即使你有一个计划说你要把这个房子推倒 未来建一个两套或者三套新房 你也不要表达出来 因为中介会在脑子里面算一笔账 看这个房子你如果这么改造了之后 可以给这个房子增加多少价值 比如说这个房子开发你可以赚个30万对吗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你看这个房子 为什么让你付出的价格比市场高了一个 10万20万 那是因为你只要经过这么一个改造 你就可以多赚30万 所以最后他就会一直给你压力 而在你跟中介聊这些房子 可以改造的地方改造的点的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就是这个房子的未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聊的是这个房子现在的市价 所以你要把注意力拉回来 要告诉中介很多这个房子可能存在的隐患 也不要把你心里面的规划去跟中介讲的太清楚 我们知道了这5点不要告诉中介的信息 那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在和中介谈判的时候 具备更多的优势呢 我现在告诉你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尊重中介 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 在他的工作岗位里面尽可能的表现好 中介也是一样的 中介的这个角色就是要去消除这个市场的不对称 所以在整个卖房子的过程里面 中介肯定会给你压力 中介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肯定会去讲这个房子的优点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不需要把中介当成你自己的好朋友 我们也可以对中介有一些戒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内心去尊重这些中介 其实好的谈判者并不是那种非常固执 寸步不浪的 真的好的谈判者是张弛有度的 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说什么样的话 只要你和中介真诚的沟通 只要你愿意尊重中介 中介会给你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很多中介就会告诉你 这个房东现在真实的情况 甚至很多中介他会告诉你 现在这个房东比你还要着急 我现在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我可以帮你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优惠 包括现在其他的买家 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他都会统一告诉你 第二个就是加大自己的筹码 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在跟中介相处的过程 都给中介一种感觉 就是自己买房子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一锤子买卖 好像买完房子之后 他跟这个中介就再没有关系了 当你给出对方这种感觉的时候 对方不坑你坑谁呢 现在这个中介市场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基本上很多国家都会有一个 给中介打分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在澳洲 有一个read my agent 对于中介的打分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房东 会去read my agent的网站上面去查 他要聘请的中介得分高不高 所以你可以告诉中介 你之前有很多买房子的经验 你都给之前的中介打了一个很高的分 你也想要给他打一个比较高的分 因为你觉得他的服务非常的棒 你也可以告诉中介自己呢 未来还有很多买房子的计划 希望让他知道你不是就这一套房子 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好朋友 未来推荐给这个中介 让这个中介知道 你可以给他持续的带来更多的生意 这时候中介想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薄利多销对不对 只有我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了 我才会得到更多他背后的客户 得到他未来的一些生意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中 你要是想掌握主动权 一定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多去问问题 千万不要担心 问太多的问题 让你看起来好像很愚蠢 其实不是这样 你问的问题其实越多呢 中介只会知道你的诚意越多 同时呢 中介也会愿意跟你多去聊 你也可以从中介很多的回答里面呢 知道更多关于这个房子的信息 比如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多久了 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不是已经搬出去了 这个房东有没有其他房子呀 这个房东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啊 其他感兴趣的买家有没有出价啊 等等这些问题 都会让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掌握更多的资讯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不经意的告诉对方 你已经做了很多研究 查了周边的这些房价的交易历史 也看了很多套房 一直都在看 让他知道呢 你对本地的这个房产市场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很多观众看完了之后 都说对他帮助很大 就如何精准的预测这个房子的一个房价 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呢 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结尾 你看完之后呢 如果你还想更多了解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今天呢 还要送给你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清单 这个清单呢 是买房前一定要检查的清单 当你在做买房决定的时候呢 对着这个清单 把一些要检查的信息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你在整个买房过程中 更有了信心 也更有掌控感 我会把这份有用的报告呢 免费送给你 你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领取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描述里面 找到相关的链接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视角看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下一次视频见